那这些讲完了之后 咱们就讲点思考语句 思考语句咱们只能说讲到应用级别 就是说企业里够用 咱们以这个为一个这个标准 那么企业里够用是什么标准呢 企业里slack的用的最多 就是说DQR语言用的最多 包括什么多表 这种其实在生产一线 就大部分你不是搞开发的 你可能建库那些东西用的少 你大部分你要查数据 但是建库那些呢 基本的你也得掌握 所以说思考语句这块呢 咱们讲看着讲 看着讲 可能讲到哪是哪吧 最基本的话可能就是 我先介绍一下这种表啊 scot这个库呢 这个库刚才我也提过 这个库是什么呢 这是Oracle数据库 就讲Oracle 包括从实际开始 就是一直用这个库啊 如果你在外边听哪个老师讲 这老师没用scot的这数据库讲 他讲的是HR那个库 这个老师牛逼 他应该是个9i的老OCM 9i的那会儿的那会儿是讲什么呢 讲的是用HR那个数据库 从这个实际开始往后 就都开始用scot的这个库了 这个库里的数据比较少 而且简单 四幅串也短啊 然后现在的规矩是什么呢 就是说讲课用scot的讲 考试考HR的库啊 现在一般人这规矩就讲了 那么呃 这个scot的库里有几张表啊 咱们看看啊 show一下tables 你看四张表 这个实际是什么呢 这个实际就是他模拟的一个企业的实际的一个生产环境 就是这企业里呢 这数据库里有四张表格 EMP呢 这张表呢 就是他的最重要的一张表 这个表里是存储着这个公司的很多 这个就是说员工的名字啊 员工的编号 员工的工资提成 什么部门编号 这些信息 然后呢 他又做了几张这个部门表 就专门部门的这个信息做了张表 什么奖金表啊 这两张表用的最多 这张表是什么 sire grade是他工资级别表 啊 咱们先把这几张表先贴上去 咱们再讲课 首先咱们死来个星吧 用大家最熟悉的啊 呃 让我们的EMP这张表 咱们先看看这张表 里边什么结构 就这结构 你看很很清晰 这个表里存的是一个员工啊 这公司有多少个员工啊 连老板 老板是king king是这公司的老板 原来连老板在内多少个人 14 你看14个肉 啊 insight 14行 就14个记录啊 14个记录在这里边 那么呃 这14个人呢 呃 第一列是什么呢 这个员工的编号 啊 看来这个员工 公司还是想弄得很大的 你看编号都是从四位数 是吧 那么这个员工的名字叫什么 啊 这个员工是什么岗位啊 你看 这 比如这个岗位 这是销售啊 销售岗位 是吧 呃 这 这是 包括这个就是他的老板 啊 然后呢 这个是MJR什么呢 就是说呃 这个员工的老板的那个编号 他没直接写老板 那就是他上级领导啊 他上级领导的编号 你比如说 这个 scout scout的这个用户啊 scout的用户的上级领导是7566号 那你看这里边7566号是谁啊 7566是 Jones啊 你看 Jones也有上级 Jones的上级是7839号 7839是谁啊 哎 7839呢 哎 这呢 就是大老板了 你看 所以说咱们从这边看得出来这关系啊 就是说 scout的是个普通的用户啊 普通的员工 他上级呢 是Jones Jones上级是 Ting Ting是最大的啊 然后呢 这个Hire Day的是雇佣你的时间 就是你从哪天开始上班的啊 这是一个时间类型的啊 呃 这列是时间型的数据啊 Sail是你的工资啊 呃 有的同学说 呦 这工资推低一点的吧 因为你知道啊 从实际那个年代 我们就用这张表 呃 那个年代 这个工资还是可以的 你看这不有一千多两千多 老板才挣五千啊 你想挣多少钱啊 是吧 呃 沿用至今 这张表的数据没有太大的变化过 当年挣这个工资还是比较普遍的 现在是稍微有点低 而且这个写的是美金啊 是写的美金啊 然后这是你奖金提成啊 呃 你发现这里不是 有的人是有有提成的 谁有提成 Sailman 销售部门的是有提成的 别的这些部门的 不是每个部门都有提成啊 不是每个部门都有提成啊 销售是有提成的 然后呢 还有个DPN 呃 DEPTNO 这个列是什么呢 这是他的部门编号 就是你 你 你是工作是Sailman 你是销售部门的 部门编号30 这个呢 也是30啊 这都是你的叫部门编号啊 你 比如说你是Manager 这部门的20 看见没有 啊 说这个你也是30 你的岗位和你的部门不是一个事 那有的时候老师呢 你这DPN 你只写了一部门号 什么10 20 30 具体这部门叫什么呀 具体叫什么存在这张表里 存在这个叫DPT 这张表里了 这张表里写了 说如果你这个 这个部门编号是10号 你的这个 这个部门叫这个名字啊 这个部门位于哪 位于纽约啊 说如果你部门编号是20 你在这儿啊 如果你是30 说明你是个Sails啊 你在什么呢 芝加哥啊 他是这么来定义的 有同学老师为什么不写一张表的呀 你要明白 这就是关系型数据库的特点 他为什么要写上多张表呢 你如果把这个地儿 说这儿你写一10 20 30 你要是直接把这些东西写到这 把这两本表合并啊 这么写的话 你发现这里边很多数据是重复的 对吗 你写20 这个占的数据少 你要写这个 这个占的数据多 而且你要写 你这这几条啊 你这数据量已经大多了 你这一个数据库里一般不得存个 一百万上千万条数据啊 那你的数据库的容量可就大多了 查询起来效率就低多了 所以我们一般把这种重复的数据 我们单独这张表 在写一线里一般都这么做 这个就叫关系型数据库 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说 我我跟你再讲 你肯定也不太明白 咱们进来一说 你可能就明白了 这种表之间是有关联的啊 这叫关系型数据库啊 你通过这张表 这俩表连在一块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员工具体 那个部门的名字叫什么 那么这个员工那个部门在哪工作 一般他这一个部门就在一个地工作 那还有一张表是什么呢 还有一张表咱们用的多的叫 叫sell grade 叫sell grade 工资的级别 这张表是什么意思呢 他把这个员工的工资啊 分成了几个等级 一到五级 说你如果是 这有一个最低工资和最高工资啊 low sale和high sale low就是最低 high就是最高 如果你工资区间在700到1200 认为你是属于你工资啊 是第一档 如果你工资在1201到1400 是第二档 以此类推 最高档是3000到9999 这是工资最高第五档啊 那么这是这三张表啊 一会儿这张表怎么用呢 也是要跟这张表联合起来 说你你看你这里边 你只写的你工资是多少钱 那你这工资是属于哪一档啊 你不得把这两个表关联在一块去查询吗 对吧 这就是关系型数据库啊 这就是关系型数据库啊 那咱们第二这三张表呢 你最好稍微拿脑子记一记 为什么呢 一会儿可能我就不会打开 老给你讲这三张表什么东西了啊 你要是如果忘了的话 这块你就要倒回去 多听两遍 这三张表用的最多啊 至于最后那张那个奖金表呢 用的比较少啊 好 这是咱们讲这三张表 那一会儿咱们讲课呢 就围绕这三张表 咱们讲点色课语句啊 首先色课语句最简单的 咱们已经演示过了 slag的形 from那个表 就是把这个表的东西全显示出来 enp啊 把这个表东西全显示出来 一行一列的 是吧 全出来了啊 那么如果你只想看一部分 我不想看这么多 我只想看什么 比如我只想看这哥们名字 还要他拿多少钱 是吧 这是我关心的 怎么办呢 你把这个名字写出来 ename 这ename这一列 不就是员工的名字吗 啊 sell不就是他工资吗 中间用扣号分开啊 就可以得到 只有你想要的这个信息了 啊 就是你就想要这俩就可以 那么呃 色课语句呢 dmr语句 他这个表啊 他是支持加点乘除的啊 以及四字运算括号都支持 说怎么支持 你比如说 你看还是这样明亮 我想这样 就是我想看看 如果我给公司 每个人加个薪水 他们的最最最新的工资 应该多少 比如说 我给每个人年底啊 我想加一千块钱 加一千有点少吧 哎一万块钱 想多了有点 那么他们每个人的工资 会变成这个样子 啊 你看变成这个样子了 是吧 啊 他能直接支持加点乘除运算 有同学老师 那您这列的名字 叫这个不合适吧 那你这列名字 想改一改怎么办啊 你要想显示在表格 你打印出来 这也不好看 怎么办呢 你可以用起别名的方式 啊 相当于Linux 那个类似 你这个别名 比如这个别名叫什么呢 叫new cell 啊 newcell 会说 你看这列名是不是变了 是吧 啊 这个s可以省略不写 啊 直接这么打 一个意思啊 一个意思 包括那个加点乘除 括号也支持 你比如说 我想干一什么事呢 我想干一这个事 比如说啊 我想这样 我年底的 我想给全公司 每个人呢 发奖金 奖金是多少钱呢 咱们公司大方 年底发三心 三倍工资 而且呢 我对于这个年底啊 我还得给每人 长两个 长两百块钱 我想看看你们 究竟能拿多少钱 就是说 我先给你们加薪 每人加两百 再给你们乘三 但你这样就变成 二百乘三 再加cell了 我想达到的效果是 先加后乘 这就得用到 是吧 括号 你看 这个我老有时候 跟同学们说 其实你上这么多年学啊 大学学的高等数学 用处并不大 小学学那些 全是精髓 加点成猪 四字运算 括号 这这五的全有用 你看你最后算出来 你看 Smith 你拿Smith来说 Smith原始工资 就是多少钱 八百吗 是吧 这要跟现在 这低保都混不上了 低保现在北京 都得两千块钱了 是吧 八百加两百 一千 一千乘三 三千 这哥们年底 能卷走公司 三千块钱 年终奖 三千块钱 这是咱们这个 写法 就是他支持加点成猪 包括这个四字运算 括号都支持 以及支持什么呢 他这个列和列之间也能加 你比如说啊 你看啊 我为了让你看成功点 我还签点 你这个员工 你不是有这个工资 还有这个奖金吗 呃 我想看看你这一个月的总收入是多少钱 那怎么写呢 怎么写啊 首先你还得知道他名字吧 ename 然后呢 我本意是想知道 sail 工资 加上什么呢 奖金 是吧 这俩出了一个 这俩出了一个叫什么呢 叫 就叫总收入吧 行吧 就叫总收入吧 然后这个 但是你发现出了这总收入 哎 原来史密斯还有八百的 这不算出来 那没有了 空值了 注意啊 在这个空值参与运算的时候 有一个规定 就是只要你运算里边有空值 这结果就被空啊 所以史密斯连那八百都没了 那这肯定不是我们需要的 怎么办呢 好在咱们这个色口语句啊 里边设计了很多函数啊 很多函数 那么他可以解决这种问题 他比如说啊 如果在oracle里 一般咱们用那个函数是用nvl 但是注意啊 就是我这老提这个事 你这个oracle里跟linux里 咱们用这个就是这个 买circle这个里边 很多东西还是不一样的啊 就是说他有些东西 他虽然现在是一个公司啊 也都用色口语句 但是我跟你说 这两个之间还是有一些区别 也都是关键数据库 但是有些不一样啊 你在linux 你在oracle里 咱们可能用这个 nvlt换成函数 就直接把这个 如果这个函数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是空值 我给你变成零 但在咱们买circle里 咱们用这个 函数 函数就是前面是函数 干嘛用的这名字 加一括号 把他想干的事 扩在里面 这个函数什么意思 就是说 他一般是做转换的 转换什么呢 我后边 我本意还是要sell 工资 加上这个com 这提成 是吧 那提成呢 我做了一个函数转换 怎么转换呢 如果这个函数是空值 转换成零 这个函数叫if not 如果是空值 他就干净一个事 他判断 他对这里边这个com 这个数据做判断 他判断你如果是空值 替换成零 你这样不就行了吗 你不是空值 参与加减乘除 他结果就不是空值了 我这么一做 你看 作为那个空值的 他还拿800 那别的员工呢 你看为了让大家看清楚点 我把这几列都列出来吧 sell列给你看看 com列也给你看看 是吧 你看 800加空值 空值那换成零了 出来还是800 1600加300 1900 这是总收入 他就通过这种函数的方式 咱们来规避一些东西 那么还可以做什么呢 比如说 select 比如dptno 这不是部门编号吗 from谁呢 from这emp 我调出这公司所有的部门编号 但你发现这结果极力 是不是好多有重复的 如果你要是觉得重复的影响 你看 其实我就想知道咱们公司一共有多少个部门 是吧 这编号都是什么 那怎么办呢 你在前面加一个distink dist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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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个 十二十三十 他就把重复的行啊 给你这个合并了 给你合并了 这是这个意思 以及什么呢 我们在查询结果极力 还可以加条件 加条件 怎么加呀 比如说还是舍那个星 你默认不是找出这个了吗 你可以加条件 怎么加呀 用位置句 位置 会不加条件 位置什么呢 比如说 呃 部门编号是三十号的 我给你列出来 你看三十号的都列出来 十号和二十号的没有了 以及你在里边可以用这种判断 说 我想看看这个工资啊 大于三千的都有谁 哇 公司大于三千只有老板 这样一张 嗯 两千吧 两千好一些啊 你看公司 呃 还是有一些管理层的人士 工资还是蛮高的 蛮高的啊 这是咱们这个讲这个 加一些条件判断啊 以及这个呃 条件判断的还可以加一些通配符 比如说什么呢 呃 从这张表找 比如说我找什么呀 我这有一哥们的名字啊 这样 我先把这表掉下来 我这有一哥们的名字里边有什么呢 比如说 呃 有两L 但是 这个两L是在中间 是吧 但是这 别的字符我忘了 那我怎么找啊 这么找 where where什么呢 你这列的名字不叫ename吗 ename 啊 这我提一下啊 这个咱们这个里边区分大小写的啊 所以你注意啊 是大写得大写 是小写得小写啊 这个还是很严谨的 ename等于什么呢 说我就记着里边有点tt 啊 有点tt 那怎么办呢 前面不知道有什么怎么办 用百分号替代 这相当于咱们Linux的那星啊 后面也加一百分号 这叫星 而且注意啊 这个 我就没时间给大家讲什么这种 就是字符啊 什么这种 就是一般这个的叫数字啊 number型 int型啊 这叫字符 如果是字符型和日期型的 一定要加单引号给它引起来 一定要加单引号引起来 如果是这种数值类型的 可以不加 就是这种数的编码的 你看这个 这东西是数的啊 可以不加引号 如果是这种字符的啊 一看是字的 一看这 我要是真照着一个月讲 我这些都能讲 但是的确一节课 我讲不了那么多啊 好 你看 哎 在这边 啊 少于东西啊 你就不能等于它了 你得怎么着呢 咱们用like 像 像什么什么 说这名字里边像什么呀 名字里边包含两个tt 像这个样子 你看找出来一次cout 这里边是不是有两个t 说你这后边这个百分号代表零或任意多个字符 啊 零或任意多个字符啊 那后边有也行 没有也行啊 说我记得那里边有l 有两个l 那你找吧 你看 Allen和这个Miller 都是里边有两个l 用像什么什么 这种方式来找 来找这条件 说如果我明确的记得啊 说我明确的记得什么呢 呃 我明确的记得前面只有一个字符 前面只有一个字符 用什么 用下横杠 然后是两个l 后边有什么 我就逼不住了 用这个 这一个横杠表示任意单个字符 啊 就是我记得前面就一个 那你看你只找出来了 这Miller为什么不行 这是俩字符 看到吧 你要是这么找呢 那就能找出Miller来了 你看Miller出来了 俩字符吗 那这个又不符合了啊 这是咱们讲这个啊